所以到時候這個地方應該 要你們協助或是協助長 紀大教授長英正 針對平臨社區簡報、評鑑流程及內容等 做輔導與修正 社區幹部邊聽邊認真做筆記 衛生福利部全國社區評鑑 即將在28-29 號展開 縣府特別辦理模擬評鑑 平臨社區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在幸福學院 以及我們代監教育 跟祖孫共學的部分 得到我們整個南投縣的評鑑的委員 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們這一次來 也特別再次的來鼓勵平臨社區 能夠再參加全國評鑑的這個項目 能夠得到一個好成績 在書報資料及簡報的呈現上 相當儘然有序且完整 社區在幸福學員代監教育 及祖孫共學的業務推展上 獲得好評級肯定 尤其是志工及居民 積極參與社區各項工作 展現社區互助合作的精神 對於這次的社區評鑑 大家都是相當的看好 確實是包括從全國的評鑑裡面 大概甚至連簡報的時間都非常的短 那我想很重要的是要強調我們自己的特色 比如說以平臨來講 我覺得我們的居民的積極的參與 還有呢在有關兒童方面的服務的參與 這方面呢都是其他社區比較少的 另外我在書面資料裡面也看到一部分是 他們有特別整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這方面的資料 這個也是其他社區很少 所以我想說盡可能要抓住到我們自己的服務的一個特色 理事長感謝教授及縣服相關人員 給予許多寶貴意見 他們也會針對優點與缺點做修正 期望代表本縣爭取最高榮譽 幹部的部分有給我們修正一下 其他的程序安排 我們的書面資料 大家稍微給你們看看 做得很順勢 很完美 完整 也稍微給我們指導一下 我也會按照張老師 以及科長和管政府 這些管制的承辦人員 他們的補貴意見 我們會來修正 來改進 希望稍微做得完整 稍微不滿 此次針對評鑑要點及注意事項進行說明 希望讓社區充分了解評鑑工作 掌握關鍵 吸引評審們的目光 民意新聞 侯一倫 草屯 採訪報導